但其實我做過的 告訴你 我畢業第一份工作就是做傳銷 真的很大誠實家裡面說廢話 大家記得 支持 大誠實家 健康 健康 秘密 是在於你怎樣利用痛苦和快樂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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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連令人說不到謊 幾天都研發到 我愛你和你爸爸的慈怨而已 只要一口就足夠他身敗命烈 其實我很多戲和他搞笑 或者他不斷糟糕 糟糕我那些 但有很多我和Asha 是兩個都很心情感的戲 而可能大家的情緒都很崩潰 會在很多場戲裡面 但我的感覺是和他一起拍 很信任大家 還有我形容為我們大家很會為大家的情緒負責任 我有一場很難忘的 是因為放斧對盧文賴做了一些事情 令盧文賴消失了在他的世界裡面 但是之後有一次意外地撞回盧文賴 這個時候放斧就徹底將他這麼多年來的仇恨 那些冤鬱一次過發洩在盧文賴身上 那一場戲我自己覺得很興奮的 無論是我演員也好 還是角色也好 都覺得是 哇 有一種很輸壓的感覺 我深刻的場口 就是我和Yokin 和Asha 有一場其實是監獄的 我覺得情緒是很重的 但是那一天其實我們也有很多場合要趕著拍 所以那一場戲其實也不能夠花太多時間 到最後我現在知道的 就是那一場戲將會是一個鏡頭直落 那一場是我和她的一個 我叫這件事好像你去教堂那些叫什麼 懺悔 懺悔 好像一場懺悔的感覺 那一場戲其實是一個confection 我現在想起我也有點無管動 我是一開始和她是一個很純潔的開始 所以那件事是很甜蜜和很純粹 但是慢慢其實人就是這樣 慢慢你就會發現這種純粹很悶 厭倦了 慢慢就會對她不好 但是多數我的經歷到 可不可以回頭之前呢 那一段時間才發現 原來之前做的事情一直都是錯的 人就是這樣 你也要拿給它了 我第一次收到劇本 我看第九集 那個後段的龍蠻蟻蟻的時候 我一邊看我一邊哭 然後那個哭 哇 很連結到原來自己 因為都經歷了一個這麼長的時間 其實你說自己入行都不短 十年時間 有很多事情 擺位上 取決上 其實是會令到自己 忘記了忽略了一些東西 那龍蠻蟻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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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了這個本 我覺得透過這套劇 令他們提醒到底這段關係的本是甚麼 愛情寶仙的方法真的要給小驚喜 因為當你每天都對著 然後每天都以為自己很忙 就可以有一個藉口甚麼都不做的時候 那些東西真的可以慢慢淡如細水 就變成一流輕煙了 我在想小驚喜是不是 我今天沒有交水費 你又停了水啊 記不驚喜啊 大家一集是香港來的 不能浸泉 不 如果我日後真的有機會搬去日本 我一定玩你的照 沒水 我們一起浸泉吧 我們去買菜 然後看到花檔的花很漂亮 然後我買了一束花 然後我真的擦好看它 然後放在這裡 可能它經過都不太明顯 然後我突然就 我看看那邊 看看那邊 有甚麼 但是後來我真的跟它說 我買給你 可能每天很少的 可能對它說 我記得會這樣 可能是這樣 但是有時候我覺得做一些 小小的舉動 告訴它 它對我來說有幾種 那個角色帶給我甚麼啟發呢 就是覺得做全銷可能都賺到錢 其實我做過的 告訴你 我畢業第一份工作就是做全銷 有朋友就介紹我 就說 喂 有份工啊 美容院啊 是啊 試試做一下街頭的銷售 就是那時候很厲害 拿著一張紙 就說小姐小姐 你做不做臉 雖然你不做也很好 但是你做完就接近完美了 就是真的很大城市 家裡面說廢話 那些困人的東西 是沒有底薪的 沒有錢的 可能我銷售一個美容券 那裡的客人給我困了 給我198 接著我是分20元 是啊 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但是你去想的那些全銷售 是要給100元聽港座的 然後他就在鼓勵你 還有一天你都好像我這麼習慣 可能是我的那些農民奶 是啊 甚至我問我哥哥 他拿了一塊錢去買了這個計劃 因為他說你都做了一段時間 因為其實那時候是最高銷售 我一條街開兩張單已經是最高銷售 因為其實是不可能的 真的不可能 你要很夠面皮厚 還有很有那份熱誠堅持 可能那個女人都是打算撕捨你兩塊 哎呀你都跟我吹了這麼久就算了 我當作是一個歡樂 然後給了幾皮東西 然後給了幾皮東西之後 當然知道自己領事了 全靠舞台劇 把我拉出來 因為剛好那時候在我林畢業之前 有半年時間 就中間有一個空段期 我就拿了去這個傳銷 但是半年之後就有一個 當時是灣仔劇團 教一個幻彩人生 因為我在中學已經很想做舞台劇 然後當時林畢業之前報了一個名字 然後在舞台劇中就 開始洗走了我的那些 對要賺錢 現實就是你先找回自己 你自己是甚麼人 你想做甚麼 你喜歡甚麼 這樣去脫離了這個邪教 新演員很針對這件事 我會看著他 可能我還在等位置 他跟導演去談 談得很仔細的 可能你拍完一個幕後 你會進去問我可否看剛才那場 然後我原來可以這樣做 可以問這些東西 或者可以跟導演去談個劇本 他會否這樣說 可否這樣撿 可否試這件事 就很多都是他身上都學到 因為之前那些劇 很多都很新的演員 所以未必那麼多人會夠膽去問 但當我看到有這個版本 原來都可以有input的 都挺重要的 阿Dee就是教我怎樣焗蟹 我教你怎樣焗蟹 我訓練你 焗蟹不用教的 他怎樣盡量不踢對手那些無聊的東西 哦 傾斑 但是盡量不讓人看見你焗蟹 他來了 他開始了 先喝 借事先 有歧視笑完了 然後突然間 最後那一場是Asha在廚房崩潰 糟了 怎樣崩潰 聽歌或叫經理人罵我 盡量進入那個情緒 但是很難 其實我經常見到他很辛苦 我覺得他很辛苦 有好幾場他都在我面前哭 因為盧文艾 他在培養情緒的時候 他在角落中 好像他的怨靈一樣 哈哈 然後有一陣黑煙包圍著 現在也是很幸福 因為有一群新演員 那群很大群 這群人團結了一個力量出來 那時候的我可能因為不知道可以怎樣 而亦都跟很多前輩合作 他們很好 譬如剛才我講華哥 他真的會教我 但是作為一個新人 是不懂得怎樣打 就會很緊張 很害怕做錯 就會有些事反而保持著 不敢去說 或者不敢去問 但是我都經歷過你所說 看著導演 死定了 不知道問不問 經歷多了 我會坦白多了 我也坦誠很多 但是我覺得這個坦誠很重要 顧問問對方可能會覺得 嘩 這麼直的 嘩 這樣你也挺囂張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直 最重要是我的心地是 我真的想為你好 我真的想為大家好 我想一起做好件事 我可能說我的樣子本身 就沒有什麼傷害性 所以可能我直一點 大家都不會覺得我很囂張 我很認同我BabyJohn說的 就是出發點問題 就是為好 還是你是為什麼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誠實其實不是對人 對別人 是對自己 這個誠實 你給自己有個交代 你自然 你的行動上就會有不同 若寧的誠實 是比較愛情 她是愛情大過天的一種女生 而我覺得她那種誠實 或者為了愛的膽是很大的 所以你要很坦誠地愛一個人 那種勇氣很大 所以我也很佩服若寧 對於事業也可能沒那麼進取 但一到說愛情的話 我就是盲地衝過去 我想最誇張的是 去了英國讀書 然後那時候就在追求那個女生 然後就跟她 我沒有跟父母說 我就逃學 借朋友錢 乘飛機去她那裏 驚喜給她生日 然後我爸媽到今時今日 應該都不知道這件事 我那時候是17、18 如果我正在拍劇 我不會突然笑實 我現在多一點分寸 我現在人生不可以這麼盲衝 可能到時那個人 我想我是怕後悔的 可能那個時候 我一找到機會 可能我放一天的 在拍劇 放一天的 我也會去做 有一個女朋友 我試過追求她 那時候真是窮 一個人窮沒錢 就有創意了 哈哈 那時候寫下了 我認識她的 頭三十天的小日記 我用三十天的感受 之後就在 剛好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好像一齊了 也有一段時間 她生日 就在那時候送了這本小日記給她 十多歲的時候 你看那時候才會這麼無聊 才會有這麼多時間浪費